国际题的第一题 还是持续要来关注的是 缅北的部分 这个是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口岸 11月23号突然被洗了 上百辆的大货车都被烧毁 不得了了 因为这些货车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 车上是有大量从中国进口的货物 缅甸的地方报 10月26号有说 叛乱组织占领了中国的边境口岸 解放军现在生气了 所以从25号开始 就要在中缅边境大规模的演训 全程石兵石弹 而且很罕见的是 当天宣布当天就开始 当然大家都说 大陆之前有高调打击 缅北的电信诈骗 但是这个只是所谓的前菜吗 重点是在后头吗 这个是有媒体分析说 中国打击电炸只是一个隐性 真正目标是要协助 亲中的国感同盟军 重新掌控缅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希望获得经过 缅甸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 作为麻六甲海峡 如果遭到西方封锁的备用选项 好 另外呢 西方专家也有说 地方武装对于缅甸军政府的挑战 可能会导致军政府的崩解 连带会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局势 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丽将军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缅甸跟中国的关系 这个相关位置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缅甸跟中国有很重要一个地缘上面一个关系 第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中国跟缅甸的一个经济路线 从昆明出来以后 它现在就已经有一条油气管线 那油气管线是到哪里 到这个叫做交漂这个港口 这边是仰光 那这三个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对中国来讲都非常 昆明是中国现在跟缅甸很重要一个 天然气跟油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 在这个地方 产业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曼德勒 中国跟他 我们都知道缅甸有什么呢 它主要是矿产 它的矿产最有名的就是玉石 就是很多商人在这边发展玉石 第二个是木材 我们经常听到现在来讲 我们讲说缅甸 我们现在讲快木有没有 不是快木 幼木 就是缅甸的幼木 所以是他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也有 中国跟他这些贸易互相的一个往来 那萧漂港 当然是港口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跟这个货运的一个港口 那仰光是新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你看在这条黑色的这条线 是彼此之间的游路的 目前有的广线 那我现在特别标注有红色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 一个是瑞丽 它刚好就是油气管线的接触地方 另外一个是芒市 还有孟定 这三个地方 就是目前我们现在讲解放军 宣布在这边军演的三个地方 所以从这三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解放军 他是为了维护他自己国家 跟缅甸之间贸易很重要一个军演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这个事情 我很简单跟大家说一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个国杆解放军 他们缅甸其实缅南 这缅南部分他们是缅甸族的 然后北边这边是三地 是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其中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就是国杆这个民族 那我们都知道说 在这个老街这边有四大 国杆这地方当初这个四大贼寇 我们要用贼寇讲 就是来做毒品或者是这个电炸 尤其是电炸 它电炸它不只是让中国来讲很头痛 因为它将近一年将近诈骗了两兆人民币 数量很多 甚至于东南亚这些国家 包括柬埔寨 包括到泰国 甚至远到印尼都有受害者 所以这些电炸集团是很恶劣的一个集团 那谁在包庇这些集团呢 就是现在缅甸军政府敏昂来在包庇他 敏昂来为什么要包庇他呢 因为他提供给他钱 他就是给他张一个保护产 这大概一个背景过程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紧接着下来 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前两天就是国干解放军 去打这个电炸集团 打着反电炸集团 然后势如破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这电炸集团跟敏昂来有勾结 敏昂来他跟他收钱 他提供给他资金 现在我们都知道 缅甸其实军政府来讲 他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收入 他就靠这些电炸给他钱 他在养活他的军队 所以他就派兵 派了两个师跟一个山地旅 去救这四大集团 四大家族去救他 就没想到这两个师过去以后 不堪一击 马上立刻就是瓦解 然后一个赢一个赢的投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在军队上也是 很夸张的行为 就是他一个赢 人家一个赢军队里面 编上一个赢应该最少五六百人 他一个赢的编子只有两百多人 这两百多人也就算了 其实有一百人是老婆 小孩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战斗部队 只有一百个士兵 一百个士兵带着一百个老婆跟小孩 然后这样叫一个赢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也就是吃空缺 就是我跟上面来报 我军区跟上面报说 我有五十个赢 你要拨多少薪水给我 然后我这薪水再转拨下去 那你这赢来点名的时候 过来 过来点名一点 怎么只有一百个 然后把你老婆叫进来 就是他老婆就进来参加点名了 所以他一个赢号称两百多个人 然后其中有一半是他老婆跟小孩 这是很有名的 缅甸在线 这次一打就发现 然后国敢他们用了一招 就是你来 你只要投降我就给你一百块 一千块人民币 然后两个人就两千块人民币 然后我带了老婆跟小孩过去 我就领三千块 他就回家了 保障你安全就回家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国敢解放军 他们号称三兄弟 就势如破竹 就把缅甸的军政府的政府军 打败了他两个师 那军政府来讲的话 这很没面子 两个师居然被游击队打败了 然后他就煽动一些什么 民族情绪 缅南的一些缅族的民族情绪 他现在缅甸军政府讲是什么 说你这国敢解放军 你背后支持力量就是中国政府 李将军那我想问一下 你赞同媒体的分析 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协助 亲中的国敢同盟军 重新掌控缅北吗 因为外界从一些端倪来看 包含这个国敢同盟军 他们也有使用华为的手机 其实我想我这边 中国大陆上面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绝对不承认 因为你容易干涉到人家内政 这是大陆来讲 他绝对不做这种事 我不干涉人家内政 可是你这个诈骗集团 实在是太可恶了 对伤害到整个中国 这个地方人民的利益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个人的认为 我讲实话 我认为是这个大陆来讲 一定有资助这些国敢这些 不然他怎么突然有这么多 武器跟军队跟装备 还有这么优良的战术作为 那如果说不是中国大陆来讲 从暗中来做一个协助来讲 他没有那么大的占领 突然一个游戏队可以打败 整个缅甸的政府军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缅甸政府军来讲的话 他就煽动民族情绪 去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大爆炸 一百多辆卡车炸掉 甚至于在那边威胁到 华人的生活安全 那解放军就要有动作了 你威胁到我的人民 公民的生命的安全 还有我这边在你投资的这些 不管是油道或油气 或做生意的贸易的往来 威胁到我人民的这个生命 跟财产的安全来讲的话 解放军就会有一所动作 所以我觉得耳后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观察 解放军是不是利用这机会 譬如说是翁山苏姬那边 他也是反对这个敏昂来的 那双方来讲会不会借使 利用这机会 翁山苏姬有机会东山再起 那这个地方确实是很乱的 那中国政府原则上是 不借助人家国家内政 但是他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就资助来协助打诈骗 我们讲的是打诈骗 那应该是有可能就打诈骗 之所以诈骗打完以后 你这个地方要用什么方式来自治 我想中国的政府大概不会去介入 因为你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国家介入 可能就陷入泥道里面 中国政府大概不会介入 但是他一定要打诈 打诈那是道德的问题 所以一定会做这种动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